在缅北这个地方 你的真实信息可千万不要泄露给任何人 否则你可就要遭老罪了 诚哥看着我嘴角露出阴沉的微笑 呵呵一笑看着我说道 哼哼 看来你已经想好怎么报复李哥了 嗯 诚哥 在得到李哥个人身份资料的第一时间 我就想好了怎么去对付李哥 只是因为那时候还在木检那边 我一直没有报复 担心到时候李哥于死往破 听我这样说诚哥会心一笑 考虑得很周到 不过现在没事了 现在你们已经回到了果敢 在果敢这个地方 他翻不了天 诚哥停顿了一下后又看着我说道 皮炎子 这个事情同样你去办 你应该知道怎么办才会最漂亮吧 呵呵 诚哥 你放心 这个事情我绝对办得漂漂亮亮 我都已经想好了 哼 那行 现在就去办吧 说完我和诚哥走出了办公室 来到办公大厅后 诚哥站在台上大喊一声开会 所有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看着站在台上的我和诚哥 我安排了皮炎子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不管他说什么 做什么 大家都无条件地配合 诚哥说完看着我呢 来 皮炎子 过来 说说你等一下要怎么做 我看了诚哥一眼 点点头 等一下需要麻烦大家配合一下 谁手里有喜欢的客户 到时候来我这里报道 听我这样说 台下的众人一领疑 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我看了诚哥一眼 只见诚哥微微一笑 看样子诚哥是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我话说完 诚哥便对着众人开口道 皮炎子说的大家都记住了没 台下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记住了 好了 散会 大家继续做事 诚哥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 去坐吧 有啥需要再来找我 好的 诚哥 实在搞不定我再来找你 诚哥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后 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就这样 一直到下班 我办公桌上大大小小放满了二十多个手机 看着放在桌面上的手机 我冷笑道 呵呵 李哥 不敢你也要脱一层皮 别想回国了 你这个老面当定了 第二天起床后 我早早的就来到了公司里 最近不知道为啥 睡得越晚 反而醒得越早 来到办公桌前 随便打开了一部手机 就开始了我的报复行动 打开巨信后 我逐一给那些标注的死人 发了一条消息 其实内容也没啥 就是两个字 傻逼 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激怒他们 然后借刀杀人 不久 手机里就收了回信 基本是都是那四个字 就是大家经常骂人的那四个字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长达五分钟的对骂时间 眼见时机已经成熟 我开始化身猎物 主动去往坑里跳 为了占据主动权 我率先回复他 有种你告诉我你位置 老子回国不能打你 我跟你信 你就嘴巴能说 有种现实碰一碰 消息发出去后 对方回复的消息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自然就是他告诉我 问他自己的真实位置 这种我们就一口咬定 他说的时候假地址 第二种情况 基本上就是 对方不说自己的位置 让你说自己的位置 这个时候 不能轻易说自己的位置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对方感觉 是把我们自己的位置 和个人信息套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利用对骂的这个客户 让他去立案 像我们这些 漂泊在缅北地区的这些人 一抓一个准 最终 在我卖力的表演下 那个客户成功被我拿捏 看着他信息里 发来的立案书 我微微一笑 接下来的我只要 按照先前的步骤 去重复就好了 做完这些事 我躺在椅子上 嘴里喃喃道 李哥呀李哥 现在你是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回国最亲都是老底坐穿 不回国 东南亚可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李哥的事情处理完毕后 时间也来到了中午十二点 基本上所有的人 都已经到岗到尾 我侧着身子 看了一下 深辰哥所在的方向 没看到人 子弹头 深辰哥人呢 子弹头看了我一眼 随后开口呢 估计还在睡觉吧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他基本上 每天都差不多 要到一点左右才上来 趁哥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一只整一只烟 鼻一只烟 估计是坎妮不在 他处理他 到时候你心里不舒服 子弹头说完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不明白深辰哥在搞什么飞机 公司规定的时间我都必须要遵守 更何况他 莫非是他现在有点业绩就飘了 在这里可千万飘不得 想到这里我也一下也来了 气冲冲地跑到楼下宿舍 子弹头和小黑见我气冲冲地跑下去后 怕我和深辰哥起什么冲突也跟得下来 我一脚踹开了宿舍的门 砰的一声巨响 吵醒了睡在床上的老钱 冲冲的样子问他 怎么了老皮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并没有理会老钱 而是静止走到了深辰哥的床前 对着他破口大骂了 你特么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有这么困吗 别人都可以十二点上班 就你不可以吗 深辰哥揉了揉眼睛 看到是我后开口的 实在困得厉害 昨晚喝了八加一 睡得太晚了 对于他牵强的解释 我并没有理会而是继续质问他 老子让你喝吗 昨晚我说什么 让你们特么早点休息 都还要继续喝 还是你觉得自己有点业绩 别人不敢拿你怎么样吗 我话说完 深辰低着头没有说话 越说越气的 我扬起手来准备要打深辰哥 子弹头将我扬起手里 第一时间跑过来抱住了我 皮眼子 你消消气 估计今天深辰哥是真的不舒服 特么的 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他一直都在这么干 别人没找你麻烦 是别人给我面子 我不在 不好意思收拾你 你明白吗 我话说完 站在一旁的小黑也没再说什么 深辰哥自己走了过来看着我 皮眼子 不好意思 我没考虑这么多 我以为没啥事 我以为辰哥不会说什么 你糊涂啊 等辰哥真的说什么的时候 你觉得我说话还有用吗 该说的我都说了 今天你别上岸上班了 自己在下面好好想想 我还是想想想 也计问 Bulgar 行